大家好 我是呂捷 為舉經 以台灣為新 讓我們一起來攔截新聞 台股今天再度挑戰萬七大關 但是最後縮盤的時候 還是功敗全成 但是沒有關係 再接再厲 我們說買股票 買的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你怎麼知道十年之後 怎麼布局 現在來看十年後 到底誰最紅 我們就來告訴你說 到底誰最紅 你看一下連拜登都說 要撒錢撒在電動車 你就知道誰最紅 尤其看看現在有多少的廠商 都在研發說要做電動車 不然就是周邊的元件 你就知道了 好 但重點來了 除了晶片之外 這個充電才是台灣 搭上電動車產業 未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商機 所以很多人都說未來五年 台灣可能會掀起什麼呢 好 包括圈地 卡位 還有充電的戰爭 今天我們就一起來做討論 首先來歡迎節目來賓 特斯拉達人梁子晴 大家好 七月達人龐德哥 大家好 財新專家林昌星 昌星哥 大家好 科普作家潘昌洪潘老師 大家好 財經專家張哲薇 甄薇姐 大家好 美國現在在舉辦所謂的 半導體高峰會 但問題來了 廢成半導體指數 今天跌了一% 那回來看台股 台股今天再度在盤中衝上萬七 本來是很開心嘛 但是 百頭 但是換三尾盤 最後不但沒有上萬七 還跌了三十點 那問題來了 那到底是誰的問題 那半導體 那四星呢 四星現在連殺了三隻跌停 你看那線圖有沒有 是跳水 跳水是誰的問題 垂軟的問題 來不及跑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尤其今天很多漲停 突然間全部都解鎖了 全部都解開了 就是因為大盤直接一落前漲 所以沙尾盤當然一定不好 但是連續攻頂三次 然後都攻不上去 會怕 一鼓作氣再而摔三而解 萬一軟腳 事情就大掉了 鄭蕙姐 總是說高處不深寒 一萬七千點大關 其實你容易說上就上 當然要經過一些過程 所以台股已經開出了 三度的霹靂火 而且我們其實中間盤中 其實都有突破一萬七千點 只是but 站不穩 那每一次在攻頂的過程當中 都有各式各樣的原因 但是這裡面共同的一個點 居然都是高檔爆大量 那高檔爆大量 其實對技術現行來講 就是賣壓出籠 對 其實我們會覺得 不只賣壓出籠 而且是交易非常的快 表示你有人賣 有人買 但是通常你在高檔爆大的時候 就是很多投資人 一定要留意一下 留意什麼呢 是誰進去買的 對 裡面 希望都不完全只是散戶 希望千張大戶也瘋狂 不只是散戶 因為你看 國外老是嘲笑我們散戶 都是stupid money 誰在stupid對不對 從這邊來證明 大家其實都很精明 只是過程當中 今天雖然小跌了 大概三十四點 但是我們還是有守到 一萬六千八百點 說實在守住這部分非常重要 只是我們這次失守了五日線 所以大家比較擔心 你知道這個過程當中 今天早上一大早其實是開高走高 一路是一路往這個高歌前進 我跟你講 造紙一樣 人家這業績是真的好 所以他基本上 他除了改寫三十年新高 再次改寫新高 姐 但是明天又台紙結算 這會是一個警訓嗎 有些部分當然 我說實在 獲利了錢賣壓一定還是有的 這坦白講是真是如此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講說 其實這段時間 真的是因為有機之談 真的是因為基本面 真的是很好 所以你看造紙 航運 貨運 三雄 包括四維煌今天其實表現都不錯 雖然沒有幾天那麼厲害 但是因為今天電子股回神了 包括台積電 聯電 其實今天表現都不差 但是 在這裡你看一下 今天居然 韓中還可以 居然 很驚訝 大家來看一下 可憐的群創 怎麼會這樣 今天面白股其實真的都還不錯 可是我說實在 這真的是一個警訓 你看12號也就是昨天 他已經爆輸62萬兆的大量了 已經被外資跟投資 其實尤其外資大賣 我跟你講今天本來盤中都還可以 最高還來到26 那我說實在很奇怪 開始跟友達拉開來了 面板雙虎奇怪了 到底誰要去急救群創呢 今天爆出109萬張 很可怕的一個大量 好 我們看到群創 他爆出這樣的大量 到底有沒有他的道理 其實今天開盤左右 他直接就跟這個友達 有點分開走 你看27塊錢往下走 中間不曉得出了哪一些事情 但好歹能夠守在26塊25 但是你看到了尾盤 他幾乎殺到跌停 那你說他的情況很不OK嗎 你看一下 他今天他自己自行結算的 二月經歷 還是有22.48億 是賺錢的 所以這整個的情勢 到底怎麼樣 過一兩天 等到訊息水落時出 我們就會知道 兇手到底是誰 有沒有可能錯殺 對 或者是這一股霹零火 到底為何幾次駁火 不攻而不盡 我們都要討論一下 其實有的人講 還有可能另外一個原因 來 我們看下一張 我們的一哥台積電 他今天早上開了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會議 他這次其實是由白宮政府 由拜登總統親自出來 雖然即使只有短短 這個幾分鐘 但是你看 看到了沒 這帶錯的是8寸晶圓的晶片 大家還記得嗎 上一次拜登總統 他拿了一個小酒 小小的車用晶片 告訴全世界台灣有多重要 今天你看他又拿出了 這整個的8寸晶圓 他想要告訴別人什麼 這以後的定調是什麼 是他 我 拜登這個人 來主導這一次 台美的半導體晶片會議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只有誰參加了 台積電參加 所以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曉得了 台積電它的重要性 雖然我們都有講 受到這個飛騰事件的影響 哇 不得了 像是四星KY就慰勒勒 但是 我們的台積電 基本上透過這一場會議 而且未來他們美國 還要再籌款500億的美元 來發展半導體 你就知道台積電 基本上跟這件事情完全脫鉤 是被燕民震聲是OK的 而且他有強調 既然中國跟 其實中國這個國家 他們在晶片方面 通通都沒有在等 當然就代表什麼 我們的台積電的步驟 跟美國的結合會更快 那我們來看 那接下來大家還是期待什麼 還是15號的一個法說會 因為15號的法說會 為什麼大家有想過 為什麼白宮的這場會議 反而在法說會之前提前召開 這裡面貓膩在哪裡 各位想想看 他其實業績都很好 大家等著劉德英說什麼呢 未來他的投資規劃 實質的方向到底是什麼 他在美國的支出是怎麼樣 那他到美國那邊設場之後的表態 到底是如何 我覺得有些時候 是提前在法說會之前 要跟美國政府報告清楚的這個意思 所以今天其實台積電的狀況 我覺得坦白講還好啊 還不錯的 但是我覺得真正的利空噪點因素來了 來 我們看下一張 還是世新KY了 今天真的是好慘 我坦白講 很多人都覺得台股攻不上萬七 搞不好就是這件事情 是一個最重要的引爆點 沒事去搞了一個大陸 那邊軍用晶片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其實蠻重要的 即便世新KY出來講了 你看他的日線圖 連吞第三根的這個跌停板 而且這個準備要賣世新KY的還很多 而且你知道嗎 各位很多人發現 不僅世新KY這個剉雷彈 那個翔碩其實狀況不虧 我們國內其實有好多 做IC設計晶片的 通通都遭了殃 今天還好有一些昨天 一下子被帶累的 這些IC設計半導體 天域啦或敦泰今天稍稍回神了 但是大家想這個還要折騰多久 據說連投信都出來表態 投信都講說 這個哪些人受傷跟幹嘛的 都出來要講清楚這件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在地緣政治之下 台灣的IC設計以後 我們恐怕得選邊站 但是最後我們還要講 其實我們認為只有半導體這樣嗎 沒有錯了大家留意一下 今天還有另外一種 也就是太陽能 大家都覺得跟太陽能合適 原來美國拜登政府幹嘛 打算再出新的招 他要抵制新疆的太陽能 台場會受賄喔 怎麼說你看今天 包括像是達能 包括國碩 包括中美金 哇已經開始在放鞭炮了 大家覺得 哎呦他股價怎麼表現這麼好 原來啊 除了上次的這個棉花事件 現在他又進一步來質疑了 中國大陸侵犯新疆人權 考慮要立法抵制他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想想看 新疆是目前全球太陽能關鍵原料 生產最重要的重鎮 在全球產量高達五成 這一波下來 齁齁齁 台灣的這些半導體 尤其台灣的這些太陽能場 你想想他的市場能夠多大 所以我覺得不僅是空的訊息多 其實多的訊息也蠻多的 那希望我們的投資人張大眼睛來看 不是一味的跟著沙沙沙 好不過我們說呢 台股他就是走一個未來趨勢 什麼東西會漲呢 這董事長謝金河 他就有在臉書上面PO文 說女股神伍德居然密函 給他的股東們說什麼呢 未來十年的科技趨勢 好 這一封密函裡面要怎麼解讀 你知道什麼東西最旺嗎 在未來十年之內 電動車 沒錯 無人機跟電動車 但我們說電動車 這範圍Range非常非常的廣 台廠做電動車的相關零件 也是很多 那到底要怎麼樣看 才知道電動車台廠有哪 哪些商機可以撈呢 昌晴哥 我想其實大家看到 很簡單的一個重點說 我們說去年走的是疫情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發酵 所以在疫情的過程中 大家不做交通工具 大眾運輸工具 大家都做這個自駕車 所以去年的車賣得很好 只要跟車有關係 車有關係 所以說這兩年來說 基本上車事實上是這個賣得很好 可是接下來的重點在於說 我們知道Tesla其實去年的出貨的量 其實很少 五十幾萬量而已 都不到一百萬量 那它的市值卻超過我們說的Toyota Toyota出一千萬量 是嗎 我們講特斯拉 基本上它賣的也沒有很好 不到一百萬量 才五六十萬量 五十幾萬量而已 那回到台灣 台灣整個電動車 佔百分之一左右 所以整體的電動車 我先跟大家報告 如果你去看電動車的產業相關的營收 基本上很多是開不出來的 為什麼開不出來 就沒賣嘛 所以其實電動車它賣的是一個夢 未來夢想 那其實我們說股市是這樣 你如果投資股市 你就好有這個夢 而且這個夢 不要講夢 題材 一個題材 然後一個我們所謂的追逐的一個重點 那這個重點是以後可以發酵的 我們先看幾個重點 一 現在的電池產業 事實上從上中下游 被大家追的差不多 包含電池芯 電池模組 從我們看到的IT用的 還有這個所謂的電動車用的 其實上中下游 這一些原物料漲到不行 那回到我們投資的重點 在現在的一個過程中 台廠的這個投資裡面 有沒有跟全球有關的 如果你現在還談電池 就有點落伍了 為什麼 電池都起到差不多了 電池也有人衝 有人衝對不對 去衝這點就怎麼樣 其實大家都關注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去充電的同時 其實就帶來很多商機 這個商機表示說 我充電有快充 有什麼 有慢充 那慢充可以逛街 那快充我在這邊可以喝咖啡 所以台廠的投資裡面 包含充電樁 就有很多的產業 先在這邊佈局 舉例來說 我今天就舉兩個例子 它兩個例子極端不同 比如說第一個叫做康蘇 康蘇這個你看 外資下面是外資的買賣超 外資其實去年度 一度賣到15塊 現在已經來到什麼30塊 然後你現在如果去Google去查 現在說康蘇它也是一個什麼 電動車概念股對不對 那他做什麼 他做這個所謂的跟電動車相關的這個零組件 他不是做電池喔 是做充電的這個所謂的充電的充電樁 他有裝進去 可是來投資的亮點跟投資的風險就是 很多的投資朋友去看到這個 喔他有做充電樁 他的股價漲一倍很棒對不對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 來第一個 自由現金量是負 EPS窗8G新低喔 然後獲利主要來自業外 哇 所以他 不是因為充電樁的人生 對他告訴你有充電樁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 他的充電樁佔他的營收不到百分之十 大概百分之三而已 所以意思就是說 就像以前老實講 他就是題材 他告訴你他有個題材 那你就可以有夢想把他吵起來 但後來大家發現真實情況了 你本來以為他是楊麗花 結果是楊麗英的意思就對了 所以意思有人說 我們先不要說這間公司好不好 就說你股價有沒有漲 有漲上來了 但是來到這個地方 你要不要追 你自己投資人要去想 這間公司剛好看齊 第二他通電樁他是題材 還是真正有營收 這個我覺得大家就要去思考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就是說 假設通電樁是一個題材 而且他是可以發酵的時候 那如果有公司 我如果去佈局 真正有去做 那比如說第二家公司就叫華城 那這個華城公司就怎麼樣 他事實上從去年度開始在 內湖的這個所謂的 我們看到的這個六段 名權這個東路六段的部分 他建了一個什麼 建了一個所謂的充電樁的停車廠 他自己建停車廠 那這個停車廠做的重點是怎麼樣 他就把他自己的新的什麼 新的這個設備放進去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來看到華城 華城的這個部分 各位就可以看到 他拿下整個四層的充電樁 所以他本來是做風電的 一本業就是做這個 所以他從風電轉到充電樁 然後從2015年開始生根 生根之後什麼 開始怎麼樣 成立電動車研發 然後從2016怎麼樣 與特斯拉合作 然後還有賓士合作 他最大的不同是 他幫助這些充電樁做的時候 他做什麼 他做一些模組化 你特斯拉對不對 你把家用的這個 特斯拉的插頭拿來 在我的這個充電廠就可以用 那你是賓士的 我在你的這個所謂的 我們的充電廠也可以用 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讓他的什麼 營收有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營收圖 他的營收其實就還不錯 你看他的營收 雖然說在去年 這是每個月的營收買 年底都創新高 你看他的營收 每個月其實上市 事實上是有營收出來 所以反映在他的股價上 他的股價就是節節高升 我再次強調 我們做一個投資 要對自己負責 就是說你投資他 第一個 這間在做什麼的 第二個是說 他的營收有沒有出來 第三以後的未來 他要做的 我再次強調 我們去試想一個重點 一個所謂的充電的停車廠 假設現在你停車是60塊 以後我多停 我可能每個小時 多charge你20塊 這樣的話 就是他的營收的來源 所以呢 我們要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我們今天一直講 台股來到萬七對不對 萬七要想一個東西 就是說 其實在四年前 台股也出現一個東西 就是什麼 台股整個在非常火熱的時候 事實上出現了景氣的紅燈 這個景氣的紅燈 包含現在有看到充電樁 投資面板 我請大家去觀察一個重點 就是說 當景氣來到非常火熱的時候 你的身邊的人都在做投資的時候 這時候你在投資所謂的 特斯拉概念股 充電樁概念股 面板概念股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留意 這種景氣過熱的訊號 其實夢已經走在前面了 當夢醒的時候 回來第一個重點 這間公司有沒有賺錢 這間公司股價有沒有反應 如果都有 你還可以繼續做 如果炒的是以後的題材 連營收1%到5%都拿可以 拿出來說嘴的話 你要投資 你特別特別要小心 好 但當然股價有賺 我們才能換算成錢 才能拿來買車 這個電動車到底要不要買呢 我們今天特別請來了 兩位汽車專家 沒有想到剛才疑問 居然是不一樣的意見 我們先問龐德哥 重點是哪邊呢 其實我是想買 我認為timing不是現在 還有很多地方值得觀察 尤其是電池的技術 電池的技術會出來 那兩千的正面部分呢 我認為是可以買 因為我平常也是在接觸中古車市場 其實Model 3的價格 其實保值性還蠻不錯的 如果你就是說 就像大家講說要有題材要有議題 基本上這台車子的保值性 以及市場需求度 其實還蠻高的 剛剛說銷售量的問題 其實有時候是供不應求 基本上Model 3的車友 都還要等車呢 那兩千問題來了 我們說最重要就是那顆電池 台灣對於這個電池 有特殊的技術嗎 而且聽說特斯拉的電池 還有一些冷知識在裡面 對啊 其實如果說 你在這個電池上面來看 其實基本上我們在使用度上面來講 其實最影響他最大的 就是價格的區間 就是在他的這個壽命 那當然就是說 他的剩餘的里程 那現在來講 大概一台LR的一個Model 3 大概他的里程 大概五百多公里左右 那這樣子的一個公里數來講 其實大家有些人在實測上面 包括一些車評 他們都發現有一點衰退 其實最大影響 目前是跟你的開車習慣有關 那如果說像我自己有個朋友 是拿來做這個營業用車 基本上還蠻相對划算 因為雖然他的保養費 其實是最大省下來的費用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價格上面 其實我們在估價的時候 但我們擔心一件事情 其實也確實是在中午車市場表現上面 如果未來這個所謂的 這個越出越長里程的這個Model 就是Tesla 會影響到之前的這個版本 因為像之前Model X 可能他的續航力 就大概四百多公里左右 那現在已經到五百八了 那未來可能他推出來說 可不可以到八百 衝繞一次開八百 那我們如果說 我去 我去買太特斯拉 我怎麼讓我的電池 持續作用不會衰退 然後有什麼樣的方法 讓他可以開更長一點 有什麼冷知識在裡面 其實我們一般車友都會講說 我們在充電的時候 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一般講說 我們充手機是要充飽 充飽還出門 其實現在不要充飽還出門 現在充八十趴到九十趴 是比較好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這個電池 其實會記憶 現在車友之間流傳說 我們充到九十趴就好了 可是我們都告訴你們 你電池不會記憶 對 可是放電 不要放到底 因為有時候會傷害他電池的 跟電池的模組 基本上放到二十趴就好 就要續充電了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大家特別留意 就是只要你去遵守 這樣子的一個規則 其實基本上大家實測的結果 所以我們在車友之間流傳說 大概到九十趴就可以 可是續航力跟駕駛有關係 對 但是跟他真正公佈的數據 有碰轟 是不是有關係 其實應該是說 你在開的過程中 我們講的是使用習慣 如果就像我們開車 有些車很耗油 有些車不好油 影響的有時候是你的油耗的 就是你的大腳 大不大腳 其實你在續航的開的過程中 如果你常常做電池的回收 你把它打開 基本上在這個 還有就是常使用這個定速 就跟車系統 部分來講 這都會影響到你的電池的健康度 如果你常用跟車 其他分配的電池的分配的模組 是比較聰明的 其實比你自己開好 你的電池使用壽命 會變得更長 那兩天你剛剛說到 這個特斯拉 包括電動車 它的二手價格 其實是算保值的 那如果跟一般的燃油車比的話 差不多之後二手價是多少 而且它是要以 我們看里程數 電動車要看什麼 其實其實還是看里程數 因為它還是有里程 還有就是說 當然電池的健康度 或是電池的壽命 那是因為我們其實目前來講 Model 我想是Model 3的保值性是不錯 但如果你要回推到Model X 或是之前我們提到的Model S 這種所謂高單價 大概四五百萬價格的部分 它的落差會比較大一些些 不過因為Model 3 這台車 因為它定價是在一百九十幾萬 那這樣子的一個定價空間 其實還有就是它的一個市場 一個形象上 它的保值性反而意外的 大家會覺得說應該會跌很多 可是其實在臺灣的市場 是保值性相當不錯的 因為你買不到新車了 而且還有就是說 車友之間 我打鼻塗 像我是車商 我自己都想要收一台 其實基本上很難買得到 因為車友之間的流通非常快 所以我打鼻塗 如果今天以一台 正常來講兩年左右的一個Tesla 它的大概現在目前中午車收購 行程大概在一百五十萬左右 那其實算相對是蠻保值的 非常保值 一百九十萬的車 一般兩年最少三成 差不多兩年的話 大概落地你說以一台可能一兩百萬 車三年左右 大概就差一百萬左右 那可是如果以這個Tesla 目前的狀況 目前的狀況來看 它的保值性是相當好的 那問題來 我們還是回到電池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遇過車友出去開 開到沒電 然後丟車也沒收窄而窮 其實這個就是說這個就是改變一個觀念 那我們一直用說開到煤電怎麼辦 其實講實在的 現在開到煤電就好 不是 我不想開到煤電 我現在要去攻頂 我要去山上 我們要叫行程規劃 大家都會去做行程規劃 那包括就想講說 我們原本的想法是說 我們今天中間都不要休息 油車一直開到底開到加油 但加油 那我們特斯拉的開法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今天安排一個長一點的旅程 建議一下是說可能到哪個地方 休息的地方 車友應該會有一些聯繫網吧 我家可能會有充電在 而且現在很多餐廳都會去設計這個充電樁 然後讓你去來這邊做停留 甚至一些飯店 他們都會對特斯拉的車友特別的去安排 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讓你去做充電 其實在車友之間 大家在規劃行程的過程中 我們就會把這個充電的過程 一樣安排到行程裡面 但是我還是比較想知道 對 有沒有人真的開到沒電了 其實我有看過一個 就是網友實測 真的是開到一趴還敢再開 所以這是蠻 我想一般是不會這樣做 因為吊車就很麻煩 不過如果充電樁 因為如果就我自己來講 我也很關心 因為社區可能就會在討論說 充電樁可不可以裝 因為這關係到管線的配合 重新要裝潢什麼的 會不會很麻煩 因為現在車用 車充也分成好幾種 其實還蠻麻煩的 因為如果你是有立柱式的 有壁掛式的 如果說你是用公共的 那可能就是公用的 大家就排隊 然後可能要等待 因為其實我覺得充電 還有一個最大會進步的 就是充電的時間 會越來越縮短 然後時間越來越短 那這個中古 就是說你未來的充電會越來越方便 大排長榮的狀況會少一點 不過要講是說 家用式的這種東西 其實就是牽線的問題 那現在還有管委會 其實都是為了這個事情 常常在吵架 包括我自己想要安裝的狀況下 都會有遇到蠻多的阻撓 因為相對來說車口數少 在社區影響力會比較小 可是如果說像我自己本身 還有一個車廠 所以我可以安裝的話 那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等於是 平常說可以掛著充電 那兩千斤有帶來嗎 PT車是科技的產物 特斯拉也是科技的產物 你看要開這台車多麻煩 你要帶一個這麼大的滑鼠 沒有啦 這不用帶 這裝在家裡的啦 這裝在家裡 這個是充電器 這裝的像滑鼠 隨身攜帶在那邊 這個叫隨身攜帶的 這個很少見 這樣會給你一個袋子有沒有 很美觀的 上面是特斯拉的袋子 隨身攜帶就這樣只有可以充 這個是可以充 這個是最方便 這是有插頭的 兩百二的插頭 直接插進去就可以充電 那還蠻方便的 但是這個其實這個很少車友會買 因為這個充電蠻慢的 這個大概充一個小時 大概只能跑大概七公里 六七公里左右而已 一個小時六七公里 所以充一下就用一間一家 反正這都可以用一家 這個其實這個一般很少用 所以這個包括我們自己 都很少會去 車友很少會買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充電頭是比較少見 但這個我們今天帶來 這個是第三代的 第三代的話其實大家都在講說 充電的問題 那其實第一個這個是很好安裝 因為他包括給你一個 就是說明書 告訴你怎麼樣去安裝這個充電 那你就可以裝在家裡 怎樣你家 如果說你是入透天 你可能不用經過官員會的同意 基本上你就拉一個專線 那你請水電來安裝 看著說明書裝就沒有問題了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這些第三代的差別 是在這個是有Wi-Fi的設計 那Wi-Fi設計 當然他會有一些更新或什麼 但最重要的是 如果是一般的民宿業者 你可以買回去裝 因為他這個APP之後會有收費的方式 像這個一個大概多少錢 這顆一萬九 一萬九 這個這個線呢 這好像這個大概一萬多塊吧 總是講如果他做的像是 那種無線吸塵器的那種裝置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 其實他買的 長得蠻美型的 像那種就是科技裝飾 所以這個其實這個是剛才剛推出來的比較多 那這好處就是說 大家都一直擔心充電問題 基本上這一台車 充到一個晚上經過 大概你就有超過90%的電力 那很不錯 充電速度還蠻快的 所以你有這樣的收費 然後如果民宿業者來裝 他又可以跟這個車主收費 那對他來講 他就裝的意願會高 因為一般我裝給你 可是我店可能跟你收不到錢 但是如果他有像內建 這個連線 用手機可以Wi-Fi連線 那你就可以跟他收費 而且可以收到特定族群的一些 這個車友來這邊玩 如果是我告訴你說 我這民宿有這個 大家對車友來講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像最近就有這個宜蘭的民宿 或者是花蓮的民宿業者 我就不用擔心 我可能開很遠 沒電話要怎麼辦 對不對 就直接這樣裝 沒錯 而且單價其實單價不高 而且安裝不是太困難 不用說一定要專用的 技師到現場來裝 你一般找水電來配線 安裝其實沒有問題 不過另外我們還要再來看 因為除了這個特斯拉之外 現在包括華為 小米 我們說大家都要做電動車 連滴滴打車都要來做電動車 不是要做真的車 到底要做什麼東西呢 曾偉姐 許多人都說 這華為在中美貿易大戰 雖然它是一個最大的受災戶 它的手機原本是No.1 世界第一 結果才高興了一季 就被打下來 虛咧咧 本來打算養豬對不對 錯 它不是要養豬 原來還是要告訴別人 它要紙上造車 開始要做電動車 所以很多人想說 我說實在 我們有些時候要欽佩洪海 我覺得洪海帶出這個風氣 所有做手機的組裝代工的一線大哥 現在全部都說他要做電動車了 我跟你講 說實在 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它本身一台車都做不出來 目前還沒有 可是它的股價已經飆翻了 即便華為它還沒有上市 可是小米呢 哇 這整個狀況就非常High 但華為的部分 它不是真的要做出電動車 但小米的部分呢 就是真的要做電動車了 小米它的確是有強調 它真的前幾天這個雷軍 我是相信小米的雷軍有這個機會 坦白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呢 小米它在二 它其實後期之秀 它原本它也不會做手機 那這個雷軍 所謂當年失誠了賈伯斯之後 這個稍微修修改改 把當時在做這個Apple 跟做HTC相關的產業供應鏈 全部study之後 沒多久 它就像這一次對外講的一樣 我要用我自己畢生的生命 來砸它 一定要去做出個品牌 當時小米還真的是市場轟動 後來真的贏賴 你知道當時小米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本來不那麼看好 因為它是做軟體起家 所以一路呢 從米療米粉擴大到現在 變成一個全球屬一屬二 因為它最近不是還跟馬斯克 一起合照嗎 我想說哇塞 這個發佈大會 完全就是大利多的好消息 而且說真的要造車了 我覺得這個雷軍還說實在的 他為什麼敢這樣說 他不是現在才去見馬斯克 他其實好幾年 現在三四年前 他就幾年前 他就已經去拜訪過馬斯克 而且是兩度造訪 還趕快刻意去拍照片 原來他當時已經打算 他未來有機會去模仿 他的馬斯克的電動車來造車了 而且目前為止 他投資他有講 他目前他賭上他自己 目前所有的身家跟商譽 他就是要進軍這個電動車市場 而且首戰就是決戰 那我覺得雷軍 為何我們覺得他這個方面 他有這個機會跟可能 不完全只是像現在華為說說而已 華為真的看起來 真的蠻像跟風 不曉得該做什麼 就先做電動車 那但是小米的情況是因為 他未來即將在十年之內 他投資上千億 美金呢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在想說 他到底有沒有這樣一個機會 他上百億美金 他不像現在 他只是試手器 那我覺得他最主要是 他已經也規劃了相關的部門 他也去買了這個Tesla試駕 而且他也是很瞭解 手機跟汽車 你有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這一波段通通都是手機的廠商 來開始轉做電動車 因為現在電動車裡面 有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他會是在包括他的儀表板跟車窗 各方面大家都要用到什麼 用到手機的面板 還有最主要是系統的整合 也就是軟體 軟體的部分 雷軍他算是專長 那現在也不只他囉 現在有他一宣布 滴滴也要 恒大那些上市公司全部都會講 所以現在你知道聽說 新華色紅衛堂官方 已經有人在發一個警告 各位啊 你不要以為你自己只上造車 就可以拼命炒虎架 先造出一台車來 我覺得 鴻海也可以考慮考慮 不完全利用 人家恒大什麼都沒有 價格就那個市值就破照了 所以你知道 我覺得鴻海真的是決定聰明 你看 以鴻海自己本身的品牌 他登高一呼從200家 後來衝到上千家 你想想看 所有的 你想想看 包括你跟我 如果我們今天都是上市規格公司董事長 我什麼時候跟電動車有機會沾上邊 我一定要趁這時候 鴻海MIH平臺 免費的平臺 讓你在上面表演 但是造車可能要好幾年以後 但姐 小米看起來好像是完真的 因為他們現在連車價 說42萬人民幣都已經喊出來了 但車子還沒看到 怎麼會價格先出來 沒有 我跟你講 定價策略是小米當年成功的關鍵 他夠便宜 所以你知道他其實 他一定要做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它是一定要造出一個 他當地人民買得起的車 那你知道他到時候定價很可能 包括他現在為什麼要評估SUV 或者是轎車 因為你這個 家家戶戶都需要用到 而且是Family 然後他的價格其實不會太高 如果他的價格現在 42萬台幣指的是小型車 這個也部分是可以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如果是轎車跟SUV 150萬以下 台幣有機會買到 這個買或不買 所以我覺得 坦白講我覺得雷軍 定價策略是No.1 所以先決定要投資花錢 也去跟馬斯克拍了照了 也開始準備要動了 下有其事 對 而且還拿出自己的身家性命 來做保 掛包警 所以我們現在看雷軍表演 我跟你講雷軍 為什麼我們還是要賭他 稍微最後整理一個重要的結論 為什麼我們敢賭雷軍 除了他說他是中國的賈伯斯之外 最終你知道雷軍 他從當年很後期之秀 去追了這個開始做手機之後 很短的時間速度 從2013到現在 他已經是目前全中國大陸 世界手機的No.1 因為打下了華為 所以我覺得他有小米 這個手機成功經驗 我來電動車 我相信他有他的機遇 江山帶有才能出 各領風燒50年 你看以前聊到 聊到所謂的產業 什麼比爾蓋茨 巴菲特 賈伯斯 現在怎麼講就剩下這個名字 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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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現在玩得更大了 要讓星球崛起 潘老師 對啊 全球都缺晶片 手機 電動車 沒想到我們真人版的 這個鋼鐵人馬斯克 他也動了晶片的腦筋 而且他真的把晶片 裝到腦筋裡面去 現在我們看到了這一隻猴子 我覺得他們也很可愛 什麼名字富豪取胖 他叫做Pager 這不是摳機的意思嗎 對不對 好 沒關係 猴子馬上就學會 馬上就玩game 接下來的話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去分析 當他按搖桿的時候 腦袋是怎麼樣 發出訊號了 接下來搖桿就不用了 他就直接裝就好了 那但是大家一定會害怕 對不對 那我晶片的話 就裝在我腦袋裡面 這樣我頭是不是會燒掉 不會 來 為什麼 接下來剛剛 除了猴子之外的話 接下來出來三隻小豬 那這個三隻小豬是幹嘛 我跟大家報告 反正裡外 好啦 不是 沒關係 我們要看的就是 所以其實 他現在就是要讓大家安心 你看我可以裝 你不喜歡 我可以把你拆掉 不會怎樣 那但是大家還是很好奇 為什麼 因為其實Neuralink超厲害 他跟Stanford合作 而且之前就雄心壯志說 2020年的第二劑 就要進入人體實驗 現在都已經快2021年的第二劑了 你出來的是豬呢 所以表示可能疫情的關係 進度有一點慢 那但是這個進度如果衝太快 大家也很害怕 你知道嗎 你知道馬斯克他多酷 他竟然講了一句話說 我也有可能有裝晶片 只是你看不出來而已 他竟然直接這樣講 他就或許我可以試試看 因為他現在認為 他的晶片 你不要以為很大 大概十塊銅板而已 可以如果對一些老人家 慢慢的有一些能力的喪失的話 那但是現在年輕人也有意思了 為什麼 他說我執晶片之後 竟然可以傳音入密 讓你在這個無線傳輸的過程當中 可以讓你聽音樂 那on跟off要怎麼關呢 搞不好手機滑一滑就可以了 所以他現在真的找人在談這個事情 你如果有辦法能夠處理 訊號的傳遞 電池的損耗 還有很多無線的傳輸的話 來你跟我聯絡 他在網路上這樣子講 他真的有興趣從這個方向去做 所以不管是年輕人 不管是老人家 所以這個neuralink 這個腦機連線 如果在鋼鐵人的帶領之下 我想真的有一番作為 好說到電動車在臺灣 就不得不提到鴻海的MIH紅塗大野了 幫臺灣打造電動車的護國神山群 台廠在電動車 包括馬達電控減速器 還有比較低階的車用晶片 很多很多領域都有機會 電動車電動打拔 這個浪潮真是席捲全球 最近騎漲的電動車 電池概念股 讓大家說如果核心電池衝起來了 這個日行千里也就不遠了 你看二十年前 大家永遠討論那支手機 大概二十年後 現在大家講的就是那台電動車 而且電動車還有一個非常好的題目 叫做環保 休息一下 馬上來 菊姐 你會買電動車嗎 目前還不會 因為我沒有像你賺的那麼多 所以我沒有其他車子的考量 不過重點來了 好 為什麼不會想買電動車呢 因為現在電動車的價格 其實還是比傳統的車價貴了三成 所以我覺得好像要放長遠一點點看 等到穩定一點點 我再來買入手也比較划算 二零二一年號稱叫電動車元年 那每一個人對電動車 關心的部分都不一樣 有人覺得 就是他非常酷炫的外型 那有人關心的是電池的續航力 那也有人關心性能跟組裝的品質 但是還有人關心的是北極熊 跟北極熊有關係 環保對不對 節能減碳嘛 順手關燈照照北極熊 但是你敢知道 電動車雖然不吃油 但是他的鈦排量可能沒有少很多 而且很多人都很好奇說 那到底很多人想要買電動車 他的優勢在哪裡 現在我們剛剛不就討論到了嗎 他的充電是一大問題 那充電會不會是很多人考量 要不要買電動車的一大主因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訪問專家了 那龐大哥 龐大哥 在進入到底電動車到底 有沒有減碳的問題之前 我們要照慣例問你一個 我們說正常人都問的問題 你會買電動車嗎 其實很多粉絲見到我之後 龐大哥問說我應該買什麼車 或車哪裡問題怎麼修 最近都是問跟你同樣的問題 你會不會買電動車 他可能不見得問我 就是說那油車還可以買嗎 就是油車還可以買嗎 大問號 那其實你看 現在其實以國內來講 電動車大概每個月市占 就一趴兩趴而已 所謂跳躍是說 一趴變兩趴 就這樣就跳躍是 可是龐大哥 這個一趴兩趴 一趴兩趴 或許是因為他的工作量不夠多 不是消費者不夠多 是是是 但原因很多 那這樣你剛才問我說 我會不會買電動車 第一個呢 我答案跟已經是一樣 我賺的沒有旅節 我還沒有辦法買第二趴 第一趴車好好修理 第二個原因呢 我現在手上有七趴車 真的沒有辦法再養第八趴 然後腳排到所以很傷腦筋 所以我還是有誘因 我想去買電動車 排到燃料費是免的 那第二個其實我現在要講 認真講我最主要的原因 我現在還不買 我早晚會買 但是我現在不買 是因為整個電動車裡面 那個關鍵 大家討論最多電池 真的 我認為像你剛才講 今天是元年 電池真的還處於萌芽階段 萌芽 那萌芽我們現在踩進去 對不對 那不是很怪嗎 這個是人命關鍵的事情 龐德哥你現在說 這個電動車的 液態電池還在萌芽階段 那我又害怕 因為現在還沒有到 固態電池的階段 還是在液態 那以電動車的 這個電池來講的話 是我們需要擔心的地方嗎 我覺得電池 當然你不用擔心 現在怎麼樣 我只是說 因為現在我們的電池 已經很多缺點 比如說充個電快充 也要四十分鐘 然後油門吹重一點 把它號稱跑四百多公里 剩兩百八 這是我們現在知道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人 他們親自去test 大概是七折左右 就是看你怎麼開 怎麼開 對不對 那重點是 充電站又很少 很麻煩 但這些問題 會不會如同我們現在講的 一趴變兩趴 兩趴變三趴 跳躍式的再進步 我覺得是可以預期的 而且電動車的電池都是在底部 對不對 對對對 待會可能我會跟各位解釋一下 但我想很有趣就是說 有一些民眾 他會直接問我說 油車還可以買嗎 然後他說 我就是很想買電動車 因為我很環保 那現在網路上很多議題 電動車真的環保嗎 就像李卓老師提到對不對 這裡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個新聞 最近就是我現在這個背板上有的 就是在國外有一個 很權威的學術機關 他們拿一台 就是北美洲賣得最好 Model 3賣得最好 入門款 臺灣這個不用兩百萬 兩百萬也有找 然後跟他們一樣 北美地區賣得最好的 2.5NA的內燃機車 RAV4來比 但背後的這個因素很多 但終於我們來看 零公里就是說 他在生產的過程當中 Model 3的排碳十二點三噸 RAV4的排碳七點五 RAV4的排碳 一半 比較環保 對為什麼一半呢 我今天帶一點小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知道這個電動車裡面 底盤 底盤 基本上是一樣的 這個煞車都跟我們內燃機車一樣 然後Modad 馬達 然後馬達的轉速控制 所以有個電控模組 我們這個模型放大 就是跟真的車一模一樣 然後這個部分是電動車 再來就是我們剛才講 最傷腦筋的 這顆電池的部分 電池 OK 好 那我現在講為什麼製造過程當中 Model 3會比RAV4多個一倍以上 因為包括馬達裡面 好 我們先放一下 早期用這個感應馬達 感應馬達不夠力了 後來都變成所謂的泳池馬達 我們常看報道在講泳池馬達 我手上這一個呢 就是泳池馬達的袖真板 一般感應馬達就是說 我們知道物理 物理 老師都知道 對不對 它就是同級相伺 去推進 但是感應馬達是說 兩個同級都是要給電去感應 但是兩邊都給電 就是耗能源嘛 那現在如果有一邊是泳池 我本來就有N跟S 我只要一端給感應 他就會推進 這就是泳池馬達的概念 那這個泳池馬達呢 他要能夠達到這麼強的磁性 不要看那麼小 我今天還特別把他包覆 要把我信用卡什麼全掛掉 很強喔 哇塞 哇塞 它磁性很強 這個我跟廠商拿來之前 要請他做點退職 要不然可能拿 這邊就開始吸起來 超強的 是 那為什麼他現在把你扒 看是不是很難把 不要吃到手 我吸得很緊啊 我看這個超重的 洪文今天沒有來 吸得很緊啊 真的很緊 這個泳池馬達 為什麼磁力可以那麼強 是 他就需要有相當比例的稀土 那稀土這樣打 想大家知道 稀土開採需要很多的碳 提煉要花 很多碳 這個需要 這個泳池馬達需要稀土 然後呢 這個鋰電池 來我這裡有解剖板的 當然鋰電池很多種形狀 這個應該是快 往生版的吧 對這個就是已經到產品末期 是 產品末期 好 鋰電池呢 它裡面也需要稀土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看 稀土 加稀土 所以這兩樣東西使得呢 Model 3的過 生產過程 製造過程 也是有十二點三的這一個 這一個排碳量 是 好 但是我們再往下看 當它開到一萬公里的時候 因為Rub4一直加油在加油 就開始燒油了 那除了燒油排碳之外 我們知道提煉油的過程當中 也是排碳 也是 所以達到九點六 然後Model 3 你看十二點三到十 加一點點 你看沒有在燒油 但是呢 它還是有用電 那個電呢 就看地區 像臺灣如果說 基本上燒煤炭 這可能比北美還高 我們的火力發電 燒炭嘛 對不對 但基本上只用電 然後呢 據很多專家指出說 黃德哥 我們講燒煤 不要講燒炭好不好 燒煤 燒煤 謝謝 對 那據專家說呢 其實那個發電廠 那個燒煤的那個能量轉換率 比呢 汽油給你在小引擎裡面 燒的轉換率高 所以呢 就算說呢 這個Model 3的這個電 來自於燒煤的發電廠 其實效率還是比較高 是 所以你看到一萬的時候 相差不到 到三萬二 這很有趣 打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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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邊用的少 這邊用的多 到三萬二打平 但是我們看最後 平均在北美 大概一台車用三十萬公里 到三十二萬公里的時候呢 你看Model 3 只有Ruffle的一半 還不到 所以 你可以買 對啦 所以開三萬多 你就換車了 但是我看到燃池這樣子 我有點害怕 其實我等一下講 你可能會更害怕 怎麼說 至少以目前的科技來講 的確開Model 3是比較環保的 最後還是比較環保 但是我們在講 有幾個問題 除了說呢 你環不環保 我們看該那個資料 我剛才講這個結構 我們看一下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裡面電池 然後給電控 給馬達 這大家都沒有問題 我回動一下給各位看好了 那鋰電池的威力 上次節目中 我們試過那台飛行 已經試過了 很夠力的 很夠力 很厲害 我拿 好 真的電動車一模一樣 就是這樣 只是放大而已 看起來沒有什麼難 但是你要想一下 今天我們這個車子的結構 比較一下 我們把它關了 這個結構 如果是內燃機引擎的話 我們都內燃機 基本上要這樣運動 活塞 對 上下運動 對不對 好 不管你擺直的 擺橫的 其實它跟馬達的形狀差異不大 但是內燃機一定要什麼 要有油箱 你油箱不管擺哪裡 OK 有一個關鍵 因為油箱裡面是液體 液體從上往下流 那你這一定是要有一個 起碼漏斗的形狀 或個體積 我從底下抽油才有可能 但電池有沒有這個問題 電池沒有這個問題 電池我只要能夠 透過線路的串連並連 我要怎麼擺都可以 沒有形狀的問題 所以一般來講內燃機車 它做不出像電動車 那一種高速穩定的貼地性 它沒有 因為你油箱 不可能像這種電池底盤 很重 然後橫扁擺在底下 所以這個是電動車的優點 內燃機做不到的 現在來講晶片最重要 所以拜登也找了很多 國際的科技大廠的執行長 晶片高峰會 到底講些什麼呢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拜登上台之後 修正了所有川普的政策 但是只有對中國的強硬 是加碼的 那現在使出的中國包圍網 光是從產業面下手 你就嚇死了 包括我們找台積電 三星等十九家廠商來談 而且召開了所謂的 國際的科技巨頭高峰會 直接說了 我們的目的 就是要阻斷中國企圖想 主導全世界供應鏈的 這個想法 而且讓大家一起來想辦法 想出什麼辦法呢 好 另外不只是經濟面 還有就戰略面來講 另外戰略面 這個拜登動作更多了 包括接下來呢 好 拜登要跟日本首相 菅義偉來會面啦 那很多人說啊 這個美加日 哇塞 這兩國強國 到底會使出什麼樣的大絕招呢 首度舉行高峰會 還是面對面喔 好 劍指中國的一帶一路 當然呢 美日接下來也要來 制定印太的投資計畫 接下來大家各自找飯吃 目的就是要讓中國沒飯吃啦 好 不過來了 中國的年輕人 現在恐怕也覺得 北上廣這個一線城市飯不是那麼好吃 所以去找了新一線城市 那那裡有什麼樣的有錢可以賺 有什麼飯可以吃呢 好 我們今天就一探來究竟 第二個小時我們持續來討論 首先來歡迎北京台商員 宗南 宗南哥 觀眾好 資深媒體的張華有花哥 大家好 台大國發所研究生病營 大家好 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石板明夫 大家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拜登到底在所謂的半導體虛擬的高峰位裡面 拜登到底講了什麼 今天我收到23個議員 協議中 民主黨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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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這個 民主黨的議員 民主黨的議員 現在我提醒了 我從這篇文章 它說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ggressively plans to reorient and dominate th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and it goes into how much money they're pouring into being able to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ve just i've been saying for some time now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not waiting and there's no reason why americans should wait we're investing aggressively in areas like semiconductors and batteries that's what they're doing and others so must we it's about investing in infrastructure and infrastructure not for the 20th century but the 21st century it's not just roads and bridges we're investing in water systems so americans can have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we're investing in high-speed rail infrastructure we're building charging stations support america's electric future electric vehicle future and investing in that infrastructure and building so we never again are at the mercy of another country or any other nation for the critical needs these chips these wafers are batteries broadband it's all infrastructure this is infrastructure 拜登这场半导体高峰会他这一次已经名人讲名话了话越讲越白 但是他背后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去解析的东西呢石板老师 拜登上台以后呢和上一任的川普总统对中国的政策呢做了一部分的调整 也就是说呢从全面对抗转入了局部对抗全面对抗的时候呢比如说所有的事情我们根本没有谈的余地 但是拜登呢比如说我们气候这个温暖化问题可以合作我们很多的在病毒问题呢我并不是追究你很严格 在关税问题呢说不定也可以谈但是在几个方面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完全继承了川普的政策 现在我们又看清楚了在半导体在高科技上面也跟这个川普是一样的完全和中国进入对抗 不仅仅能对抗呢我还要和你切割就是说我把你中国排除在外面 我们剩下的所有人聚在一起来谈论这个半导体的事情 那其实呢有人说呢这个现在的最重要的19世纪之前呢全世界最重要的大宗商品是粮食 那20世纪呢最重要的是石油那么今天呢就是半导体和晶片 所以说呢一旦是把整个把中国排除在半导体之外呢 我觉得这个呢对中国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同时呢台湾现在因为台湾是半导体晶片最生产的国家 所以说台湾的代表呢就可以像中东的那个石油酋长一样 可以呢有很多晶片很多在谈判话语权上就有很可以占到很多的主导权 拜登其实把话讲得很明的啦 目的呢就是要围堵中国让中国的供应链出问题嘛 但问题来啦中国之前一带路撒了那么多钱拉了很多很多的国家 那欧洲有个小国家叫蒙特内戈罗嘛 他们欠了中国那么多钱 他们现在跟欧盟求助啦 欧盟说不关我的事 因为欠钱是你的事嘛 你自己要跟中国签合作的啊 那当然不关我的事啦 因为这样的小国财这个可能财政的爆炸 因为一带路的关系可能情况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让大家说如果每个小国都这样爆炸 那你叫欧盟怎么样处理呢 潘老师 我们说欠钱到底欠多少 赶快来看一下十亿欧元 三百三十八亿台币 这也太多了吧 对因为这刚好占这个蒙特内戈罗 他们所有国家债务的大概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量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会欠钱呢 到底又欠谁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 那这个的话呢 其实他其实这在什么 这就变成是中国路桥黑山南北高速公路 那这个是在修道路不是很好吗 原来一带一路有到巴尔干半岛去 也就是说中国其实是过去帮他们 帮他们这个造桥铺路 其实应该是好事 那但是呢 之前的欠款现在开始要还了 之前又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就还不出来 那欧盟也不是说就袖手旁观 因为大家仔细看 欧盟其实是这个国家 最大的财政援助者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就浮现出来了 之前的话呢 很多国家他可能是因为 在这个基础建设上面的话 真的会来自于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 他其实有很大规模的 一带一路的援助 你想想看 他可以提供技术 人力 经费 帮助你做基础的建设 这个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抵挡的 所以其实一带一路绵密的力量 这样子下去的话 结果我们就会发现 到最后变成钱欠这么多 那真的也是很麻烦 不过我们跟大家报告 其实这一带一路 这个带一根路 真的是遥远绵长 不是只有在巴尔根半岛而已 哪边 其实亚洲也是一样 那其实呢 曾经就有有分析过 其实亚洲我们附近这个地方 很多地方的基础建设 其实还是不够好 所以可能在未来十年内 因为一带一路帮助的基础建设 或者是说我们先不要管一带一路 这个亚洲这个地方的基础建设 所有的金额可能会到二十六兆的美金 换算成台币七百多兆到八百兆 好 那这一堆的话 很多跟什么有关系 很多都跟之前签的一带一路可能有关系 那怎么办呢 那要怎么样突围呢 你之前人家一带一路铺的这么绵密 而且又经济军事 一大堆基础工程的帮助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一我们刚讲的 就是日本的话跟美国 他们其实呢要组成包围网 要来对抗一带一路 那这个有那么容易吗 人家这个线已经铺多长多远啦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接下的话三天后 这个菅义伟的话呢 他其实是要出访了 要访问哪边 他要到白宫去 跟拜登两个人其实要高峰会了 所以其实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而且呢还有谈到 因为之前一直在讲这边 Indo Pacific 就是印太地区的部分嘛 然后呢去谈了之后再回来 马不停蹄哦 这个月底到五月 这其实是日本的黄金周啦 结果呢首相没办法休息 他要到哪去 刚刚要这个拉蒙结派 要对抗一带路 对不对 美国 但是亚洲附近啊 所以就找哪边 印度啊 所以接下来的话 要到印度去的话 就会有这个菅义伟跟莫迪 可能就会会面 那当然啦 其实印度我们之前也说了 他不是跟中国的边界那边 一直有零星不断的 那个冲突零星的发生吗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的话 他这边也是一样拉帮结派 而且呢 其实印度跟日本这边的话 他们其实早就有这个物资 劳务相互提供的协定 所以其实不管在国安领域的连结 在基础建设 甚至在这个疫情上面的疫苗治疗 他们都要做合作 可是其实另外一个附近的国家 就有趣了 南韩的朝鲜日报 他们其实就说 菅义伟这一个动作的话 跟什么有关 竟然跟我们刚刚讲的 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 是有关系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印度跟中国之间 他们的边界是在陆地上的 对不对 那但是呢 在海域上面的冲突 谁呀 菲律宾嘛 是不是 所以其实没有错 而且接下来的话 你两百艘民兵船 跟人家说 躲风浪 根本没有办法 所以这一边的话 又有余权的问题 那是很复杂的 而且今年刚好 日本跟那个菲律宾建交六十五周年 然后共同的战略协定也十周年 但是我们跟大家讲 都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大家知道吗 日本现在有正在发生的事情 到底是谁呢 我们看到 美国印太司令部里面的总司令 就的司令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hilip Davidson 他其实已经快要卸任了 然后他到日本去 接受这个勋章 勋章的班政 然后他其实在跟日本防卫大臣 在谈的时候 当然谈到 还会有美日共同的合作 而且还有一些共同的 自卫队跟美军 有一些共同联合军业 有很大的重点 是要维持自由的 这个印度洋跟太平洋 那另外的话 我跟大家特别报告 上个月底的时候 大家知道吗 Davidson 他其实在参议院 军事相关的听证会上面 他曾经说过什么话 竟然说大陆在六年内会犯谈 他讲过这番话 所以其实他们谈会合作 也共同的得到一个小结论 就是什么 维持台海的稳定是重要的 这刚好跟什么 这刚好跟上个月的时候 二加二记不记得 布林肯和奥斯汀 是不是到日本去 也是一样讲到 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那另外的话 也是今天也要发生 预计要发生什么 竟然刚刚是美洲 亚洲还没完 联欧制中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 透过跟德国的视讯 二加二 一样是外交跟国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日本拉邦结派 希望能够帮助 你当然可以说 像刚刚巴尔伯导的例子 是不是帮不国家突围呢 跟一带一路对抗 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所以拉邦结派 应该会不断的 会再持续进行 刚刚有提到 所谓的这个中国一带一路 在侵略这些小国家 用经济殖民 那现在菅义伟 要跟拜登见面了 那之后还要去访问 包括印度 甚至菲律宾 那这是什么样的目的 他在布什么局 是想断掉中国的一带一路吗 我觉得这个菅义伟 这次访问这个美国 是对他非常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他现在去年九月份上台以后 基本上他疫情也没有处理好 经济也没有处理好 东京奥运会也没有处理好 那么今年九月 他自民党有总裁选举 今年十月之前 国会就要改选 那现在他剩下的 只有半年的时间 很明显在半年时间 他内政如果有 非常亮眼的成绩 很难 而且要靠疫苗 管不管用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只能在外交上得分 那么还好 现在呢 习近平在国际上 咄咄逼人的方式呢 引起了全世界很多人反感 那么呢 菅义伟去了美国之后呢 他和美国在 对付中国的问题上 如果他外交上 有一些表现的话呢 在他日本国内呢 可以巩固他的支持率 那么他这次去美国呢 我觉得有几点的要表达 一个是台海问题 这个呢 日本的媒体 已经提前爆出来了 就是说要在台湾海峡问题呢 日本和美国合作 也就是说 日本的安信夫防卫大臣 也提出了 这个台海 日本参与协防的问题 那么很有可能呢 最后他们发出一个 共同声明之中呢 把台海的问题 安保问题 日本的介入 写在上面 这个是非常非常 刺激中国的 但是说呢 我认为这些日本 因为我也是做记者 我知道这些媒体 他们不可能是随便下写 一定是拿到一定的证据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呢 还有一个在人权问题上 这个日本到现在 其实还没有表态 人权问题 现在日本 全世界三大人权问题 一个是新疆问题 一个是香港问题 一个是缅甸问题 这三个问题呢 其实呢 都跟中国有关 日本呢 我估计这一次呢 拜登对付中国 就是说呢 我不是单打 跟川普不一样 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跟你打群架嘛 在打群架的时候呢 一定要拿很多小弟过来 而且拜登呢 有的时候 他不愿意跟中国 完全冲突 他让自己小弟 跟中国冲突 所以说呢 菅义伟呢 这次去呢 我估计在这三个问题上 也需要不得不表态 但菅义伟他重点来讲 因为既之前 美日二加二会谈嘛 他跟韩国来比 他其实算是态度 对中国来讲 是比较强势跟明确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 那接下来 包括菅义伟 他除了见了拜登之后 他还有去印度 那菲律宾的行程 那是不是 也视同是一种 对中国的表态呢 对对 当然是这样 首先呢 就是说 美国现在呢 他认为过去川普的时候呢 就是美国全面出来 而且呢 就是跟美 跟中国对抗的时候 川普跟日本要求的 就是说 你不用管 你把这个美军 驻美军 驻日本的美军的经费 你给我提高 你给我钱 我来上 现在呢 这个拜登要求不一样了 要求日本在这个 印太地区呢 发挥更大的责任 不但日本呢 很多的时候 他要参与 而且日本还处于一个 就是联系大家 比如说印度 和这个澳大利亚 甚至把一些欧洲的 法国 德国 英国这些国家 也把他们吸引到太平洋 这个印度太平洋地区 跟这个日本一起来 协防中国 封锁中国 这个呢 也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拜登交给日本的任务 那这有没有阻断 中国一带一路的效果 对 就是说 其实呢 中国的一带一路呢 原先呢 他本来是就是说 一个经济上的 一个项目 但是最近呢 他在安保方面的 态势越来越明显了 那么从川普政权 上台之后呢 其实对一带一路呢 就已经开始 就是有一种 封锁反对的姿势了 其实日本 在安倍政权为止 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呢 某种意识是支持的 就是说 至少没有 没有太明显反对 但是最近呢 随着国际社会上 对一带一路的评价 越来越差 那么日本呢 最近呢 我发现日本的媒体 最近将近一年左右呢 对一带一路呢 也不是日本的媒体 日本媒体 我们一直在批评他 但是日本政府的表态 也一点点呢 从就是说支持到中立 到最近呢 对一带一路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批评的方式了 如果日本和美国联手 阻止中国一带一路的话 那么中国的对习近平的 这个外交展开呢 一定有很多很多 变成很大的阻力 那那斯班老师 那这次美国拜登所抓的 这个反中大联盟里面 好像没有韩国的角色 对所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引人注目 就是说我们注意上次 美国的就是国务卿 到亚洲之后 去个日本之后 去个韩国 跟韩国发表的共同声明之中 就是有意的把一些中国 指明批评中国的部分 全部删下去了 那么韩国现在的这个文在寅政权 其实它就是说 韩国传统上有一个世大主义 就是受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 受中国的这个 怎么说威胁也非常大 另外一个韩国 它还有一个 就早日统一的这么一个情节 所以它对北韩也是特别照顾 其实在川普时代的话 对韩国就已经非常不满了 就是川普跟北韩 达到了很多的交涉的时候 日本的安倍政 当时的安倍政权 是牢牢的和川普站在一起的 但是韩国的文在寅政权 一直是摇摆不定的关系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这一次 韩国的表现又在中美之间 摇摆不定 所以说这个拜登政权呢 现在呢 是在逼迫韩国表态 如果说你继续和中国眉改眼去的话 那么我们今后的 就是反对中国的包围网 就彻底把你排除出去 之前呢 这个中共不是对于阿里巴巴呢 寄出了重罚吗 哇塞 八百多亿台币 就股价啪啪啪啪啪直直落 现在利空出境了 想说应该OK了吧 所以阿里巴巴的股价就回来了 但没有想到这股民也会怕 因为之前被杀那么夸张 美团 对 所以接下来就想说会是谁呢 双马会不会落马呢 落了一个马云之后 还有腾讯跟美团 所以股价反应上 大家就预期心理嘛 想说你整治了阿里巴巴 会不会接着来整治腾讯呢 所以腾讯美团的股价也啪啪啪 直接来下跌了 让大家说 现在中国的年轻韭菜们 这个心可能心情也不是太好了 你知道我不要说 我们说美团 腾讯 中国最大的婚姻公司顺丰 顺丰也俱亏 那顺丰俱亏 你再回到年轻人身上 以前年轻人不是要去北上广深吗 现在不一样 现在有所谓的新一线城市 因为北上广深已经挤不进去了 而且活不起 昌星哥 我先给大家一个数据 其实大家在台湾不太有感觉 在上海 刚才大家讲到这个 吕杰老师讲到北上广深 大部分的薪水比较高 所以年轻人一直想去 那我之前大概上海 大概平均我们助理的薪资 是六千到八千人民币一个月 但是房租大概要两千到三千 一半给房租 对 然后我就问过我助理说 你存多少 他大概剩 当然是用国语问 他大概剩下两千块 那就是说你吃 很吃紧的状况下 那剩下两千块 大家知道在上海一杯饮料 是跟台湾的星巴克一样贵 大概是三十块人民币 所以你几乎存不到钱 那我一个朋友他在徐州 他说徐州的这个物价相对比较低 那薪资大概三千到四千的 所以就一半 可是当他住家里 然后用这个家里 然后在外面的房租 大概就是两千块左右 所以他大概剩下的钱 也是一千五上下 那重点来了 现在的年限 他就有一个想法了 我今天如果到北上广深去 到一个叫我叫我要拼 跟很多人就说 我们来台北就要拼 可是反过来说 大陆人的名言 如果你不努力 你何必背井离乡 是啊 而且很容易就怎么样 就是北漂 回不了家 买不了房 所以他们就是要拼要成功 可是现在年轻人 譬如说我们说90后 00后 他才不管这一套 我现在就叫我的自由生活 所以才会有一个新一线城市 这些新一线城市的出发 他就怎么样 他不像北上广深这么拥挤 但是他有一些新兴的产业流入 我们来看一下 虽然说我们说这个 你可以讲说 现在在全面脱贫 对不对 可是大家知道 再给大家一个数据 就是说 现在他们对于脱贫的 一个角度来讲 这些新一线城市 大概大概六万左右的 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年收入 扣掉这个可支配所得 所以简单来说 大概二十五万到二十六万 所以一个月出下来 大概是两万块新台币左右 但是这些新一线城市 它的怎么样 它的这个物价水平比较低 那举例来说 我们说杭州 成都 这些都是新一线城市 那为什么这些小资族们 或是说我们说的90000 想要回到新一线城市 有一个重点是怎么样 它的步调比较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人才的流入还是一样 会在这个所谓的 北上广深有 包含杭州 成都 长沙 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贵阳 这些所谓的新一线城市 也有人才的流入 包含杭州大家知道 其实很多的这些所谓互联网 不论在深圳 杭州 甚至于在成都 都有什么 都有所谓的相对的分公司 所以我不一定要在北上广深 我只要进入大公司 然后我再回到什么 回到相对的新一线城市 我的生活就会比较舒服 所以大家看到 这跟什么台湾最大的不同是 其实我们台湾 如果来到台北 很简单 企业总部全部都来台北 为什么 金融业在台北 企业集团都在台北 可是对于所谓的大陆来说 他们其实最大的就是IT互联网 所以其实这个结构 就是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你来这边看 包含金融业 服务业 其实在去年是全部进流出 所以我的朋友们 有一句话就讲 你台湾如果金融业 证券业干不好 你还要去大陆混 更难混 为什么 竞争更多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金融证券期货商 台湾可能十家 大陆一百六十家 而且后面的一百家都亏钱 所以你去那边你要怎么赚 所以大家看到 其实如果是 我们看到IT互联网产业 其实就有很大的机会 那最后我们就说到 既然是这样 那中国的这些脱贫线离开了 可是外资对中国的评价 跟美国的评价 为什么越差越远 我们看到道琼 纳斯达克 还有包含标普500 其实都在高档 可是给大家看A股 你说他们都在大外宣大内宣 对不对 跌得很深 对 股票就宣不起来了 真的是一直跌 高低点帮大家算好了 跌百分之十 从过年后 过年前到过年后的第一天 就是创新高 然后就是直接跌百分之十 这些什么酒类的 包含民生用品类 都跌得乱七八糟 那其中更是这个 让大家跌破眼镜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顺丰 顺丰听起来不错 对不对 去年顺丰赚了七十五亿 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在物流买东西 应该是很赚才对 对 所以大家觉得说顺丰很好 所以顺丰在这个A股市场 白马股就像我们的全资股一样 最高来到什么 一百二十四 这个点赶快 是什么 过年后的高点 可是第一季开起来 直到现在开出第一季的营收财报 不好意思 亏了十亿人民币 所以总市长应该是总经理出来说 王位就说 不好意思 我们第一季这个方向错误 投入太多的资本 再加上过年期间 这个销价竞争 所以导致亏损 我跟大家讲 这其实都欲白说的 你如果说第一季 没有办法赚那么多钱 你怎么会投入这么多呢 所以这个存在着很大的重点 就是说包含现在的A股的市场 很多的公司 他已经什么 已经撑不住了 而且他发起很多债券 筹不到钱 再加上现在的第一季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运输 在大陆的市场 就地什么 过年 所以这些运输量大幅下降 所以接下来的A股的延烧 我觉得会跟美股的差距 再度的拉开 那最后就说 如果台湾的这些顺风 跟这个所谓 我们说中国的顺风 中国的顺风 它的股价往下跌 我们就有一个好处 就没有办法用这些 所谓上市公司资本的钱 来到处买各个国家的这个公司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台厂就有比较大的机会 其实中国一直以来 他们最大优势就是 他们有很多的人手 可是当人手变成人口的时候 会吃掉国家的经济成长率 也因此出现所谓的一胎化的政策 但是一胎化到现在 已经开放二胎了 但是能够真正救起 中国的所谓的经济吗 那中国的年轻人 真的在二胎之后 有更多的人 他真的找得到希望吗 你知道一胎化的孩子也长大了 长大要结婚 但是现在 不要说有钱没钱 讨个老婆好过年 告诉你在中国大陆 你没钱要娶个老婆 比登天还要难 游华哥 我曾经到陕北 就是宁夏 陕西 甘肯书 甘肃三个地方 相亲而已 对 那我去看 各位晓不晓得 甘肃就有一个叫做什么 专门娶寡妇的村落 寡妇村 对 那他为什么他要娶寡妇呢 因为这个寡妇 他曾经生产过 或者他老公怎么样 或者他离婚 或者怎么样 他不管 就是说只要那你生产过的 他期货可居 为什么期货可居 代表你生得出来 都不用你把他打都不贏 对 好 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 现在中国大陆的男性 有四种人 中国大陆女性绝对不下 哪四种 我讲 你不要讲胖的 贫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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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穷 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 叫黑男 黑男 就是当年一胎化政策 那个黑户口的男性 没有人要 还有一个叫做偏男 偏男 所谓偏男就偏僻地区的 我也不要嫁 还有一个叫 我要回家登山 我再不要嫁 还有一个 那个非常惨 就是以安徽来讲 他们有一个叫三男 住在山里面的男性 就跟偏差不多 没有没有 我说安徽是靠近东南 要爬那种踢 踢上去的 这一种三男也没有人嫁 所以这四种男没有人嫁 但是一般正常的女性 还有正常的男性 他还是交不到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的时候 各位要知道 中国大陆现在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一胎化到现在 他们要准备检讨 他们检讨的是什么 女性人口结构 女性人口结构 过去都是一比一 那现在是一比一点零三 所谓一就代表女性 是一点零三是代表男性 那你乘上十四亿 那你看看 那以后找老婆 要找黑亢特你知道吗 所以找黑亢特来帮忙找老婆 他们现在男女性的人口失利的平衡 已经到达三千三百六十六万 可是再到二零四零年 甚至于到二零五零年的话 那真正完蛋 现在中国大陆他就非常急 就是说那我二胎化 那我二胎化 大概到了二零三二年的时候 你纵然你有二胎化都没有用 那现在美国就是吃定 中国大陆这一点 人口的问题 为什么他吃定 因为我最近看 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 他在报告上面 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说中国大陆现在目前 平均年龄是四十二岁 那美国呢是三十四点二岁 这个中间差了八岁 那换句话说 中国的生产力 大概没有办法提升 而美国三十四点二 有就业人口 源源不断的去投入这个市场 所以从人口的平均上你来讲 为什么美国敢跟中国大生 因为他已经吃定你 人口就是国安问题 他也是国防问题 那我们说在中国大陆 现在也还是有人在结婚 年轻人要结婚 但是呢 丈母娘就挑得很精 有没有车子 有没有房子 但是有时候问的太细 你会觉得这样的丈母娘 你这个氛围不对 有车有房吗 存款多少 对 就像这样子的 讨人厌的嘴脸吗 好 不过重点来了 很多人说像这样的丈母娘 我倒不如还是叫她阿姨算了 带你快来看 有房子吗 没有啊 但是我老家有我的套房 你老家小地方 我们有套房子 上海一个哥乐都没 对 老家北京了 杀 杰克文是男的 北方不行 北京很 北京 北京 frameworks 一年赚多少 我45-52年 你这个时候有在我们上海 你是哪年 92年的 不行是吧 那你女儿现在挣多少钱 她一个月齐钱 她们还是扶持 她的工作很弄的 那你女儿在向海有房吗 我妈妈就有一套房呀 我和她爸爸要进 lại 那你女儿也没房吗 那为什么要求我一定要有房啊 我们就是没有房 所以要求男孩子要有的 这个叔叔阿姨啊 大多数他们是不开车的 像这种电动车啊 两轮车便利都是 所以你说这骑电动车的 怎么就看不起奔驰包嘛 可能人家有户口 其实看了这个影片 其实非常的心酸 怎么了 因为当初我娶我老婆的时候 是没有拼金 大担不 还拿一个拼金而已 对 然后那时候我岳父跟我讲的就是说 货即出门绝不退货 人家找得好 其他我不惨 你老婆丢的那个电扇到底有多大呢 对 大家刚刚看这个影片 就可以知道说 你即便年薪50万人民币 都还会被显说 你有什么资格来这个向上 50万人民币台币 是大概220万左右了 问题是你在少海 你生活很难啊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嘴脸没有 看到这个嘴脸没有 所以呢 但是因为如果就是你要要求说 比如说他刚刚说 他自己女儿是护士 一个月薪可能才六七千块 但要求男方的年薪要超过50万 那这样子大家都结不了婚 所以在中国呢 他们现在兴起了一种婚姻的方式 叫做所谓的两头婚 这两头婚是什么呢 什么叫两头婚 就是双方的这个地位是非常的平等 男方不给拼金 女方不给嫁妆 AA制啊 对 完全的AA制 然后他们两个结婚之后呢 有的是男方就住在他自己爸妈家 女方也住在他自己爸妈家 也很好啊 自己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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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他们婚前还会先讲好说 我们生两个小孩 一个跟你姓 一个跟我姓 合理啊 然后呢 等到小孩长大之后 跟你姓的小孩继承你家的财材 跟我姓的小孩继承我家的财材 我们连小孩都AA制 这基本上就是定合约的概念 对 就很像这个 就厂商合作 然后产生产品 然后产品你一半 我一半 你现在终于了解到婚姻的真谛了吧 对 对 没错 他就跟这种中国传统的 比如说随夫居啊 随夫姓啊 就是完全不一样 他就是走一个男女平等的这个方式 来减轻这个现在年轻人 他们结婚的这个压力跟门槛 但是呢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知道 在比较乡村的地方 他们现在还是不新生这个方式 还是会要求这个很高额的这个聘金 刚才呢 就是有话可以提到吗 现在这个中国人口的性别比 其实是失衡的 尤其在农村 他们这些农村女生 因为女生比较少嘛 所以我甚至可以去找到都市的男性 我就可以要求对 我可以要求的更多 所以乡村的女性 其实相对来说是越来越少的 所以平均呢 他们统计在乡村的女性 平均每一个女生 大概会有八到九个男生 会在排队等着相亲 在排队等着相亲 所以他们就很有条件 可以把这个聘礼的这个金额 开得非常高 大家可以看到拍卖嘛 价高者得这样 这很像是在百度竞标一样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有一个中国彩礼地图 就写了在中国各地各省份 他们平均的这个彩礼需要多少钱 你看六到十五万 这都是人民币 然后北京二十万 你还要有房 三西六到二十万 其实平均看下来 大概都要在十万人民币上下左右 我最近刚好看到一篇研究 他在讲说中国这个聘金的这个涨幅 四十年前中国乡村的聘金 平均只有不到四百块人民币而已 然后十年 几十年前 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然后十年前的时候 大概是三万块人民币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涨到 大概十五万人民币 而且大家还要想 这只是聘金而已 一般来说你除了聘金之外 你还要有聘礼 要有车 然后买家电 还要有房 所以其实还有金式首饰 然后可能婚礼的费用 你可能都要包办 所以其实你要结一个婚 这个算下来是非常的高额 是非常惊人的花费 所以就有学者 他们开玩笑说 他们去做田野调查 然后村民跟他说 你如果在路上看到 那饥荒面兽五十岁的中年男子 他家一定是生儿子 因为他为了要筹措 这个儿子的聘礼 就可能非常的辛苦 然后可能吃饭 都自己都不敢吃好的 可是在都市 因为女生就都聚集到都市了 然后反而就现在有很多 这个北上广就有很多 大家说什么叫大龄圣女 结不了婚 所以呢 到最高层次的叫圣者为王 对 他说齐天大圣之类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以前大家都说上海女生 眼睛长在头上 甚至可能不只长在头上 但是呢 现在完全不一样 是上海的丈母娘 眼睛长在头上 没错 以前说上海的丈母娘 没有房子 你怎么可能结得了婚 然后大家都说 上海的丈母娘是最难对 不知道火眼金睛 一眼就可以识别 你的这个人 身家有多少 对没错 然后就像刚刚影片看到 说你一年赚多少 四五十万 看不上眼 然后不行 可是呢我们可以发现 现在因为太多这个女生 他们就结不了婚 所以现在反而不是丈母娘 要求这个男方要有钱 而是他们自己会帮女方 备好房子 然后希望你赶快来娶我的女儿 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图片 而且大家说招女婿 不看房不看车 只看你的理财水平高不高 女方的条件非常的好 男方的要求是什么呢 你的理财组合年化要到10%以上 还要提供这个交易记录 跟你的这个业绩证明的优先 你是在找理财专员 还是专业经理 就是他们就说 网友就说啊 就是他们是什么意思呢 上班只能决定下线 可是会理财才能决定上线 所以有房这件事情 不重要 重点是你的理财能力如何 能不能为我女儿带来更好的生活 然后呢 其实在这个 在北京也是一样 北京天潭公园 他们不是有这个相亲角 就很多人就在那边 在为自己儿子女儿 这个找女婿 或者找媳妇嘛 以前呢是南方必须要付钱 来看这些资讯 现在反过来 变成是女方要付钱 才能看到南方的这些相亲的资讯 不过你知道我们说这个婚结不起 那也就算了 不好意思喔 连死都死不起 现在大陆吵到什么 你说吵普洱我能理解 吵古东我能理解 你吵房我能理解 吵地我也理解 但是你吵到墓地 这就过分了 重点来了 旁边这位哥呢 之前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结果现在连墓地都很贵 连墓地你都买不起了 所以我每天抱持着扫墓的心情回家 吵松啊 记得看这一部 不过重点来了 怎么中国我们想说地那么大 怎么连墓地也都那么贵呢 这也就奇怪了 宗南哥 对 其实今年在扫墓节前 中国颁布了一个命令 就是禁止什么样 土葬 只能火葬 不可以土耀鸡 跟那种汤仔鸡下去 你想看看北上广深根本就没土地了 是 所以他的他的那个 那个藏穴 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多大 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边的藏穴你看 平均一点零点一瓶 到零点一八瓶 大概三十四点四万台币 大概最大的三十八点七万台币 是多少 流到零点二瓶 就是一个塔尾嘛 对 就差不多土耀了 六十公元 那多少要四十万台币 这个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为什么 路途为安 像我们台湾是怎么样 市政府已经帮你 打这个公用的那个卡 你看他这个最低多少钱 一万块起跳 最高的到多少钱 二十万 最多多少 三十万 很可怕 你现在可以操作 所以你要乘以四点五 你想看看 差不多墓园还可以增值 你知道买一块墓园 你等到你死的时候 还可以增值十万 你可以不要这样看着我 所以你可能过市之后 比现在再次的时候 买的住的房子还要来的贵 贵到五倍之多 现在的基地的 那个 我就说墓地 现在大概是中古行情 最后才会七十一万 平均比台北市还要高 你来看一下 基地是现在房价的四点八倍 墓地是四点八倍 没错 所以以后 你是不是租不起房子 你是占不起 死不起 要不然你就占再让 賺光 对不对 不然我占占 整个放在那裡 置物櫃 所以所以他们这个 入土为安的观念 我们可以讲 身为一个国际一级城市 你看他的地 就要那么贵 所以你知道中国第一股 殡葬业第一股 叫什么你知道 叫什么 福寿园 福寿园 你知道他去年 股价 没错 去年你知道他的营业额多少钱吗 多少 八十六亿台币 你知道他的毛利率多少吗 各位你会吓死 他的毛利率八十五点五八趴 我都都背下来 你想看看这支股票以后会不会标 因为那么专利的人 等着要去给 不是 给你服务 所以你就想看看 他们我们讲好了 我们盖房子 那个什么碧桂园 什么这些 他利润只有二十五趴 就已经到顶了 他有多少 八十五趴 有什么东西 一个杯子十块钱 利润有八块五 八块五 只有殡葬业 那中国到了我们一些草墓地的乱象 有啊 现在越来越多 现在不做洋宅了 我干脆做什么 做殷宅 而且还有什么 家准墓园 一个将近两千万台币 台币 台币 两千万台币 他把你的什么 你还有你儿子 还有你孙子 所有的 还有你爷爷的 全部都怎么样 甚至要团体票的概念 就对了 对 团体票 已经帮你做好了 而且他们是入土为安 所以他们是火葬以后 烧成一坛 一坛以后不放塔位 放哪里 放地上 这个才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墓园 这个要装潢吗 这个当然要装潢 这个还要灯光计划 对不对 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 为什么 起来不太热 我们台湾的 所以他会非常地漂亮 所以家族显荣为主 为什么还有三亿的人 等着要殡葬 好 中国面临到内部跟外部问题 包括日本首相菅英伟 这个星期五就要跟拜登 来展开第一次的面对面峰会了 好 拜登现在推了中国包围网 联合了亚太地区的盟友 要把中国给团团包围 中国反击内外严峻 以为这个局势会一路顺风看涨 没有想到变成物流顺风 这巨大的亏损 如同古民一样 没有办法动弹 不过我们说房子买不起 这个连死都死不起 但是没有关系 还是身材有道 做什么 做直播 有14亿人口 每天等着看直播 这个商机无限 但吃播不是被禁了吗 你可以用喝的 喝播现在很流行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吴卫探长雷洛传最后的结尾 洛哥逃到了加拿大去 他站在池塘边回忆的往事 当时庸人叫阿福就走过来跟他说 老爷 夫人说可以吃饭 当时雷洛问阿福一句话 他说阿福你知道人拼了一辈子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吃饭 那吃饭没关系嘛 你不要吃饱了撑着 这跟我们今天谈的吃播有什么关系 就吃饱了撑着 吃得吃得好 现在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吃播网 真的是赚得饱饱饱 每一个都是大胃网很厉害 不过当然引起了浪费粮食的争议 包括前阵子 习大大不是有光盘行动吗 通通禁掉了 但是穷则便便扯偷 我不能吃 我用喝的总行吧 我实在是很难想象 你知道吗 一次喝两百瓶养热多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 潘老师 我觉得更难想象的是 那你去看人家一次喝两百瓶养热多 要干嘛 问题是网路上的人 就是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就是想知道他会干嘛 他会怎么样 没有错 他喝到第几罐会吐 喝到第几罐会从鼻孔喷出来 是在期待这个吗 所以其实真的 人心到底有没有这么空虚 我跟大家报告 就是有 所以之前的话 大家就很好奇 你怎么会在网络上 看人家吃东西 大概因为自己吃不了那么多 对不对 那或者是说自己 刚好没有中的东西吃 竟然十年前 从韩国流行过来 浪费食物嘛 对不对 这么多嘛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所以其实不准了 我觉得很好奇 吃喝不是一起的吗 没想到中国大陆 竟然进吃不进喝 我也觉得很差异 再不然就是网络上的人 好聪明 对不对 你不给吃 那我喝总可以吧 我又没嚼 是吧 那就开始喝了 一直喝 然后呢 连罐好几罐宝特瓶 天哪 你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之前的话 不能够吃播 现在喝播 因为时代是太可怕了 也开始进了 结果呢 目前为止 被下架的影片 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七支 被关掉 喝播的直播间 跟直播主 大概九百多个 所以你很难想象 没想到网络里面 什么商机都有 好啦 那你不要看人家吃东西 你就看人家一些什么东西呢 现在竟然流行什么 情感直播 什么意思 因为你喜欢一些 人伦大悲剧 我在我在 我在镜头前面 谈恋爱给你看吗 类似 谈恋爱这件事情 告诉你 也就是说 你期待看什么 人伦大悲剧 对不对 千里寻母 万里寻夫 红杏出墙 小三 怎么样 破镜重圆 没有错 怎么样求婚 结果呢 大家就会想说 你拜托好了 这个一定是假的嘛 谁好的啊 没有耶 好多的退休的 伯伯阿姨 阿嬷阿伯 好相信 一天早上起来 就一直听 一直听 一直看 看到十二点声泪俱下 这个世界 好感动 没有错 真的就是这样 好 那大家就觉得很好奇 你这样的话 你就明明已经跟这个 跟自己的妈妈 跟这个阿嬷讲说 这都假的啦 你不要在地看啦 结果他就说 怎么是假的 这个人家的 结果我跟大家报告 他们其实网络上 有招募 招募什么 跟这个直播主连线 然后开始跟你讲我的一段故事 这个叫做麦首 也就是说专门的 你要训练 你要能够讲话 跟大家重点是 不能有油味 我们其实很害怕话久多了 讲多了会有油味 他不能有油味 一定要真情流露 让人家觉得 你就是讲自己的事情出来 但是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是有剧本的 而且也有行情 不是写得很好的剧本 大概合台币 大概一百多块而已 这算直播型的公告 对 没有错 类似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不管是指出声音的广播剧 或者是声泪 那个声泪俱下的那种 有像也有声的 所以其实竟然各种都有 好 那但是看到这边 大家一定觉得很好奇 那个老人家爱听爱看 就给他当作 你让我忘记 忘记 我跟大家报告 不是没问题 你说他这样子播这个东西 他怎么赚钱 就只是要流量 只是要打赏而已吗 不是 他要带货 可是你在讲你男女朋友的事情 你在调节婆媳纷争 你在讲人家迫近重圆 怎么带货 对 这不是很奇怪 对 他们两个在那边打起来 来 各位观众 有没有看到下方的小红车 来 点击那边就OK吧 是不是这样 或者是说你东内 我就用电极棒 垫他 太少的话 我就用狼牙棒 就你就觉得很奇怪 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直播主很厉害 他会说 这个小女孩真的好可怜 我们的行动是什么 帮助他 我发现他有在卖什么东西 我给他买来了 这个要一千九百九 没有关系 我现在卖你 不用一千 不用五百 只要九十九块 其他的钱我垫 我要支持他 他身是这么样的可怜 他努力上进 来 一起来帮忙 就这样子 很多大妈就付钱 就买了 竟然就买了 所以问题不是在于你的时间 被别人骗掉了 你的情感被别人骗掉了 你的荷包 一点一滴就薄掉了 不過你知道 有时候你在看大陆那些影片 他们在直播的时候很多就是乱象频传 而且演到最后 你都不知道他在演什么 而且剧情都一样 copy来copy去 这真的会有这么多人看吗 有 这边就占了一个 真的 你会看喔 我就看 有时候看的蛮抒压的 不過重点来 之前疫情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的补教名师 都在这个网络上面开直播吗 对不对 这个直播 你要认真看下去 看得久 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那怎么样 让大家很专心 让学生可以很专心的看 对老师来讲 其实就是有难度的 不然你看 现在老师怎么那么难混呢 旁边就站了一个不务正业的 是不是盈盈啊 没错 中国大陆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课都变成是线上直播的课 就居然发生了 这个直播的课程 居然有涉嫌黄色的内容被禁播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网友他就说 2020年第一大笑话出炉 他是一个什么老师 他是一个妇产科的教师 所以他在这个课上会有 在教这个解剖的时候 会有很多种 比如说生殖器的名字 健康教育不行吗 结果他直播到一半 居然被禁播了 他说那我怎么教 我就是教妇产科 那你要我怎么讲 我要讲什么 所以这就很可笑 其实这件事情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是中国他们对于直播 这个言论的控制 其实是非常的严格 因为你直播到一半 还不是事后被下架 你是直播到一半 当场就被下架 就被禁播 直播到一半就被禁播 然后还有另一个 这个就是教生物 讲到精卵分裂 他就说 讲到生物必修课 讲到精子卵子 结果呢 直播的内容涉嫌违规 那当然 其实现在中国 因为他们去年2020年 就很多都变成线上上课 所以他们这个线上的 这个上课 他们的这个融资的金额 其实已经达到500亿的民币 是去年10个年度 加起来的总和都还要更多 可是当这个饼变大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很多 撑失不起的一些 就是 其实他根本不能撑得上 是一些补教 或者是教育业者 但他也跑来上网课 然后就开那个网课名称 就说 名师教你什么什么什么 就以名师为号召 然后开直播 然后呢 他们呢 就会有一些套路 他们的套路是什么 比如说呢 他们就会上很多网课 然后家长就发现 小孩的成绩没有变好 然后就去找这个补习班 就说 我小孩上了这网课就没有用 他就会先跟你说 家长 这个教育不是速成的 你不能够要求你的小孩 上了一两堂课 成绩就马上变好吧 然后这是第一层 然后第二层 他就开始说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一次呢 其实刚好可能是考试出到你小孩不会的地方 其实你小孩学习是有进步的 只是这次考试刚好没考到 然后第三层他们再怎样 把考卷拿出来给家长看 就说你看这一次的 比如说50题里面 你看他对了30题 这表示其实他的学习成绩是有进步 难道你要否定你的小孩的学习成绩进步吗 讲到这里家长 当然不可能全盘否定自己小孩的进步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再更积极的出招说 所以我已经知道你小孩剩下20题不会的那些提醒是什么了 我们接下来刚好就有几堂课 就是专门针对你小孩的弱项 这老师销售大会吗 对没错 他们这些老师其实根本就被训练了跟这个业务一样 他们其实有一套固定的SOP的话术 来教你怎么样去说服家长 怎么去说服学生 而且更甚者他们现在还有怎样 他就会跟家长说 你如果帮我上网分享 然后写一些好评 我就免费送课 就像你去火锅店吃饭 打卡按赞 然后呢给五星评论 我就送你一盘肉 所以他们现在也是用这样的方式 就说不管你小孩课上的怎么样 反正呢 你就帮我在网路上分享好评 我就多送你几堂课 所以就家长就为了想要让小朋友多上课 可以免费上课 所以他们就开始这种帮忙刷好评的方式 可是其实那个上课的品质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根本就不知道 那其实最后受害的呢 都还是学生是最惨的嘛 因为就是让这些参差不起 其实没有一定水平的这个老师 上这些课 其实小孩的教学成效 真的不一定他能够达到家长所预期的那个样子 我们刚刚跟大家讨论到所谓结婚这个问题 那现在一夫一妻子 已经是为大家所认同了 不过在民国初年 中国有个怪节叫做孤鸿鸣 孤鸿鸣何许人也照辈分来讲 孤政府看到他还要叫孰公 他自称叫东南西北老人 为什么 他生在南洋 娶在东洋 他娶日本老婆 然后呢 曾在北洋 在北洋政府当官 学在西洋 他是留学德国跟英国的 那他一生主张 贪污 残卒 纳妾 都是中国的国粹 那纳妾怎么会是国粹呢 他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历史 虽然我并不认同 我并不认同 他说一只茶壶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茶杯呢 重点来了 这样的情况我也不认同 尤其来到现在 但我们说呢 上海丈母娘现在也说 真的是蛮麻烦的 要求未来女婿 有房要有车 甚至可能在未来 有车不止 还有有电动车 因为包括呢 像是华为 现在也说呢 砸下287亿台币 要来开拓他们的电动车市场 虽然不是真正的造车 但是也是研发了电动自动驾驶 以后市场在哪里呢 就是在蓝阶新闻里啦 蓝阶新闻 我们明天见 谢谢大家 谢谢